记者于恒新北报道 浪子回头 新北市三峡警分局今天下午接获报案 33岁李姓男子深村人在住处需要协助 警方派员前往时 他急忙交付一个塑胶带 打开袋子和见一堆遭到拆卸的枪支零件及子弹20发 李楠声称想要改过自新 因此举罚同友持有枪械 目前正深入离亲当中 据了解 今天傍晚警方接获报案时 李楠并未在电话中说明来 已经提及需要帮忙 请警方快点到场 现场起货枪支零件及子弹时 他极力自轻声称自己过去交友不慎 今后想改过自新 所以才举报诸信及诚信 有人寄放在他住处的枪支 经查该把枪支以为史密斯P2P改造手枪 目前正由专业人士尝试组装中 至于李楠宛如电影情节的老套说法 警方对其说辞态度保留 全案除一枪炮罪侦办 并尝试通知朱星及陈庆 男子到案说明 至于李楠宗人者尝试 中行 因此而言